欢迎收看风水出任务 我是李行 其实你知道吗 在现在 要在这个精华的地段买房子 真的是不容易 特别是对于年轻人 那其实你说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 台北市大安区 它也算是台北市的这个蛋黄区 我们今天的屋主很特别 因为他对于投资理财 他有自己一套 我觉得相当专业 也值得跟年轻人分享的一个心法 那当然呢 他也是很辛苦 很辛苦的这个努力 赚钱存钱同资理财 那好不容易在大安区 SOGO后面买了一个 20多年的老房子 那其实老屋翻新的这个主题 我们之前已经有分享过很多次了 那为什么今天 还要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呢 因为 其实我们在讲到老屋的时候 通常年纪比较大的房子 难免呢 你说在格局上面 它多多少少会触犯一些 我们常听到的 洋寨风水的煞气 但我们听到煞气这两个字 不要过度紧张 我常跟大家分享 我们要知其然 也要知其所以然 那么今天这个老宅啊 他遇到的煞气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大家常听到的 壁刀 那像屋内我们常看到的壁刀 像开门见壁刀 说如果我开门见壁刀的话 容易对于家人的感情啊 人际关系啊 特别是在桃花上面 会有影响 那如果说呢 是我的床的旁边 有一个壁刀直直的 这样切过来的话 在坊间的一个讲法 说我壁刀切到哪里 我可能身体 就哪里会容易有疼痛 那如果说我这个壁刀 在头上 其实头上的壁刀 就是我们常理解的 叫做压梁啦 因为梁的话 它也是有一个尖角 所以它也算是垂直的壁刀 那也说咯 不管是说沙发上 客厅上方 又或者是我的床上方 有这个梁 或者是壁刀压的话呢 对我的睡眠状况 也会有影响 可是各位朋友 你们刚刚有没有听到 我一开始介绍 我们今天屋主的时候 他对投资的理财 有非常专业的一套心法 他这个投资 不管是在任何方面 都颇有心得哦 那如果说真的家里面 如果这个壁刀啊 会对我刚刚讲的 这个健康啊 或者是说在这个财运方面 真的有这么不好的影响的话 那我们的屋主 他能够投资的这么顺利吗 诶 讲到这里 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冷静 去这个想一下 壁刀 它到底形成的条件是什么 当然这一些 都会在今天的节目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所以啊 先帮我做一件事情 帮我把今天的节目 帮我公开分享出去 好的 那当然哦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镜头后面 哇 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幅画 对不对 既然我们开头在这里 那我就先从这里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很多朋友都会问我啊 就说 李星老师 我觉得我家的墙啊 看起来太孤单了 光秃秃的一片 如果我想要挂画的话 我可以用 什么样的一个方向 去选择画 其实啊 我们在家里面挂 任何的装饰品啦 画啦 字啦 或者是风水物啦 有一个先学条件 什么先学条件呢 我们人看了要喜欢 我再次强调 房子是买来给人住的 不是买来做风水 所以家里面挂任何的装饰品 或者是画作 哪怕是这个风水物 绝对不能够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心情 老祖先开运啦 以前老祖先不会这么像我们路股啦 什么摆皮修招财 摆龙龟招贵人 不会 以前就单纯的就放字画 要么就放盆栽 透过这种画的意境 盆栽的生气 觉得住在家里面就很舒服 那么重点来了 那这幅画 它有什么样子的意境呢 因为我们的屋主 这个房子的坐向 是坐东朝西 那在这个房子五行的归属上 就是木气宅咯 那刚刚有讲到 以前老祖先在做风水 非常讲究两种气场 一个叫做生气 一个叫做旺气 好 那木气宅要谁来生呢 当然就是要水来生 所以在这幅画里面 当然我们映入眼帘的 直接可以看到两只鱼 那这鱼的状态呢 它是属于动的一个状况 我们就思考了 鱼要在什么环境才会动呢 它是在水里面才会动 所以这幅画它包含了几个意象咯 鱼帮水 水帮鱼 鱼会动 因为这画里面藏着水 这个就叫做饮风水 那这幅画画了之后呢 那自然而然对于房子里面 本身木气宅的一个气场 它就能达到一个生气的作用 那除此之外 这幅画它还有什么功能 它还有昭桃画的功能呢 为什么 因为这个鱼啊 鱼它是一对的 而且你们也没有注意到 这鱼的颜色 一个是蓝色 一个是金色 金色五星属金 那以蓝色五星属水 它本身也构成了一个所谓 金来生水 而且鱼啊 它本身的一个形状 有没有觉得很像太极 所谓的太极 无极生太极 太极生两仪 所谓的两仪指的就是 天跟地 阴跟阳 父跟母 那有这一对鱼在这里 它一直循环的相生 有父跟母 那当然也代表了就是 我希望能够增加家里面 和乐的气氛 所以这一幅 简简单单的这个画 它隐含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元素 那这也是提醒各位朋友呢 你们要选画 就像我刚讲的 第一个 自己一定要喜欢 第二个 如果呢 我们能够搭配整体房子 的一个坐向属性的话 这个画 它能够一举两得 甚至一举多得 好 那回归到今天 我们在节目的一个主题 要讲什么 要跟大家介绍壁刀啊 那刚刚就在讲了 其实 梁 家里的梁 它也是壁刀的一种 那在这里呢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我们就 壁刀 为什么它会有不好的影响 其实有两个原因 非常的重要 第一个叫做气流 因为啊 我们为什么说 这个阳宅风水 风水其实就是指气流 还有所谓的水流 那因为呢 我们外面的 常听到的壁刀 我们这个 风啊 风在经过这个墙壁 挤压之后 它会顺着这个墙壁的方向 直直的往前冲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如果说外面的壁刀切到 我们房子的大门 或者切到我们房子的窗户 那又再加上 因为古时候没有所谓的电风扇 也没有冷气 所以为了要通风 就会长时间把大门打开 那如果刚好外面有个壁刀直直的 让外面的风一直长时间 强劲地吹到家里面 那对于家里面的气场 就会比较容易混乱 混乱的一个概念呢 就是人在里面啊 情绪会比较浮躁 睡眠会比较不好 睡眠不好呢 健康就会受影响 健康受影响 我隔天我要去上班 我要做任何重大决策的时候 就容易做错决定 进而会导致破财啦 人际关系啦 运势不好啦 这些种种等等的 所以它是有一个逻辑 它是有一个过程的 不是 一个壁刀就直接代表破财 好 那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壁刀 我看上去就觉得它不舒服 因为它有脚 人是视觉感官的动物 只要看到任何尖尖角角的 长时间看了 都会觉得有压迫感 好那重点来了 刚刚讲的这个举的例子 是室外的壁刀 那我们回到屋子里面 来 屋子里面各位朋友 我们就要冷静思考去 判断一下这个壁刀的实际影响 刚刚讲到壁刀有两个 一个是气流 一个是视觉感官 我们在家里面 平常会有像外面这样 这么大的一个风 去挤压到 所谓的壁刀 一直吹着我们人吗 其实很困难 这代表什么呢 代表其实在家里面的壁刀 其实存在的 只有 所谓视觉感官的不舒服 只有压迫感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一一可以来破解了 首先第一个 看我头顶的上方 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吗 那这一块 它原本是中间的一个大梁 直挺挺的贯穿过客厅的正上方 那其实就坊间的一个讲法就会说了 哎呀 这个时候如果我的人啊 长时间坐在这个壁刀下方 哇 我看电视会觉得有压迫感 我会觉得我心理压力很大 会觉得我心情很不好 回到家里面呢 就郁郁寡欢 那甚至呢就是 就会有个讲法 说男主人就不喜欢在家里面 喜欢一天到晚往外面跑 小孩子也是一样 好 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解决呢 重点 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 既然这个壁刀 是因为视觉感官所造成的 那我们就从它的源头开始 所以那时候就建议我们的屋主了 哎 我知道有个梁 梁我没有办法改变 而且在这个楼地板的高度 有限的情况之下 我们也没有办法去 透过后天的一个装潢 把它给填补起来 这个时候我就把这个脚 给修圆 因为一旦修圆了之后呢 那其实壁刀的压迫感 至少就有视觉的压迫感 它就消失了 那这个所谓的梁 或者垂直的壁刀 我们就不用剥夺去担心了 我相信有些朋友会觉得好奇 老师你说这个 如果家里面有梁 最好把它修圆 可是为什么 我这一块有修 但是呢 我这边没有修呢 到底差别会是在哪里 好 它主要的差别就在于一个重点 它到底是不是实体的梁 那其实呢 我们在家里面 真正会对人产生影响的是 所谓实体的梁 像这个 它就是实体的梁 那实体的梁 我们能够修圆就尽量修圆 可是呢 如果我是装潢的木灶 像这个 它是装潢的这木灶 它就不构成影响 而且除此之外 我们在判断梁的深度的时候 有一点很重要哦 就是梁的 它的一个实际的高度 到底有多少 因为它这个高度 其实并没有超过10公分 所以严格讲起来 它根本不叫做梁 它也不构成 必到的这个条件 那我们就更不用去担心说 那我坐在沙巴底下 上面有这个角角 会不会有不好的影响的了 那当然啦 如果说我们要追求完美 家里面任何只要有尖角的地方 我都要把它包覆起来 可不可以 当然没问题 好 这是第一个 好 解决了第一个之后呢 那再接下来我们看 对于我们屋子里面而言的话 还有第二个大壁刀 这个大壁刀在哪里呢 刚好就是在 哇 这一整面墙 那其实我们在判断壁刀的时候 我再次强调 壁刀最重要 最危险 也是最明显的影响 一定要产生气流 那可是呢 因为我这面墙 那这个虽然这里有个窗 但这个窗 它不会长时间的藏开 又或者就是说 其实外面并不会有 长时间而且强劲的气流 直挺挺的这样贯穿进来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从什么呢 从这个壁刀的 它这个脚 来开始做修饰 所以原本呢 这个它是一个非常直脚 直挺挺的一个脚 其实在视觉的感官上 不管是说我从房间走出来 或者是说我坐在客厅里面 其实在看起来就会觉得很不舒服 除此之外呢 那这里有一个这么大的脚 对于家人 家里面在走动的时候 其实难免脚可能会踢到 那又或者是说呢 刚刚有听屋主分享 自己的儿子呢 有的时候 比较个性化一点 不小心开门看得比较大力 他们开门比较大力的时候 不小心这个门呢 就会撞到这个壁刀的脚 那所以呢 那也建议我们的屋主 既然有这种 原本有这个尖角的视觉的压迫感 我们就透过装潢 把它给修饰掉 修饰掉之后呢 其实我在视觉上看起来 它的压迫感 不舒服的感觉就消失了 这是第二点 再让我们看第三点 原本存在的壁刀会是在哪里呢 就是会在这个地方 那你在这个地方 我相信就很多的资讯都会说 哎呀 我的床旁边有一个壁刀 那刚好这块壁刀 它切到的是 儿子房间 儿子睡觉的腰部 那就会说了 哇 那长时间这样子的话 儿子的筋骨啦 儿子的脊椎啦 或者儿子的胃啊 消化系统啊 都会不好 那甚至有一些可能 在装潢 在格局上面 可能会切到颈部 那就会影响男女主人的 这个睡眠的状态 肩颈酸痛 可能会偏痛痛 都会有这些 种种的负面影响 但是我刚刚说了 再次强调 壁刀要产生食指的影响 第一个 有没有气流 这个判断的标准 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因为呢 其实我们这个窗户 不会长时间打开 那既然不会长时间打开 它就不会有像屋外这种 强额有力的气流 长时间的压迫到这个墙壁 冲到我们的床铺 那气流的问题 我们消弭掉了 那在接下来我们就透过视觉的方法 我们把视觉的这个压迫感给消除 这样跟壁刀我们就不用担心了 所以那时候呢就建议我们的屋主 它是一个墙壁 它是一个壁刀 没有错 我们没有办法改变 我们也没有办法把墙壁给敲掉 那我们就把这个脚给修圆 修圆了之后其实视觉上不舒服的感觉 视觉上的压迫感 我们就这样子来消除掉了 好那刚好讲到这边了那我就顺带提一下 我相信从镜头里面呢各位朋友可以不难发现在我身后啊 有一个文昌镇 有一个文昌镇的一个风水镇法 为什么要在这里做文昌镇呢 因为这个位置刚刚好就是我们屋主家的文昌位 那文昌呢他喜欢的这个颜色是绿色 文昌喜欢的这个数字呢是4 而且这个文昌啊他也喜欢文房四宝跟文昌塔 再次强调文昌塔他代表的1 文房四宝代表4 在齐曼顿甲还有就是这个飞星的这个风水学里面有在讲 一四同工准发科甲 所以呢孩子本身睡在文昌尾当然对于读书的效率上面有所提升 那如果我们能够再借由这个风水的文昌镇来做一个加强的话 那就锦上添花事半功倍 那可是我发现还是有非常多的朋友会把文昌哦 只跟小朋友读书啦考试啦把他们呃勾结在一起 其实文昌在以前他主管的是公民啦 怎么样获得公民要考试嘛 那获得公民之后人要进京去当官这个叫做工作 那以前当官人际关系很重要 口碑知名度也很重要对不对 你是不是有名望的官 你是有名望的官 你很有可能进京你去升官 那或者是受得百姓的这个爱戴 所以文昌他也掌管了事业文书口碑 文书这个债券投资知名度全部都算 那所以文昌尾最基本的要求干净整洁明亮 干净整洁明亮这个同时 如果我们还能够投其所好的风水布局 就像刚刚的儿子这个房间 那我们就能够把文昌的气场更加的往上提升了 好那在接下来我们看了三个壁刀 一个是垂直头上的壁刀 一个是厨房一整个墙面的壁刀 第三个是儿子房间的壁刀 那在第四个壁刀呢 其实我们大街也是大家比较经常性会遇到的 是什么呢 来我们来看一看 好那这个壁刀其实就 它的位置啊刚好就是在我们 屋主的头的正上方 那这个头的正上方 当然很多的朋友会把它叫做梁 但是我刚刚说了哦 其实我们认知的这个梁 它也是垂直的一种壁刀 为什么因为它这里 它的壁刀的横前面它是垂直的嘛 那这里也有个角 那当然有这种方法 我们要避开的方式呢有几个 第一个那就是我们做这个床头柜 只要床头柜的这个深度 能够超过我壁刀的深度 那其实它就不会有影响了 好那在第二个 那如果说呢 我实在我的床头柜没有办法做 因为毕竟不见得每一位朋友的家里面 房间的空间都能够还加一个床头柜 那如果床头柜没有办法加强的话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很简单就像我刚刚跟各位分享的 我们可以在这边尖角的这地方 我用这个防撞条啦 或者是我透过木工啦 那或者请一些你们认识的装潢的师傅 我帮你们修缘 只要这样子来做 那我壁刀实质的这个影响 它就能够降到很低很低很低非常低 好吧那所以就是说 我觉得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四种壁刀的状态啦 再次强调不论是我们中间 房子中间的这个大梁垂直的壁刀 或者是我开门见壁刀 又或者我床旁边有壁刀 又或者是我家里面任何一个地方 有这种我们认知中 可能是壁刀的疑虑 我们就透过这种形的一个修饰 就能够把它给化解啦 好那除此之外那刚好啦 我们从画面也可以看到我的这个右手边 这里有一个算是一个灵狐 可以增加我们这个人际 人际桃花的一个桃花症 那当然我必须说 其实在颜色 颜色的一个分类上面 就是粉金它本来就能够增加我们的桃花欲 那这个桃花欲呢 我们不用这么聚焦说 好像这男女的桃花 其实我们现在人际桃花 事业桃花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粉金它本身的一个能量 它就能够增加我们的这个 在人际关系上面的一个气场 那除此之外呢 狐狸啊 它在阳宅风水里面 它有两个功能 什么功能呢 第一个可以吹桃花 第二个可以压桃花 那同样是狐狸 为什么一个吹桃花 一个压桃花 这就要看狐狸的颜色 那像我们的这个桃花的这个正法的话呢 它狐狸本身是白色 而且白色搭配上粉红色 它就能够去催望我们的正桃花 那同样的 那一定会有遇到 因为我们常遇到一些状况 就真的 比方说父母很担心孩子 可能在交友不慎 因为就父母的人生的阅历 终究是比孩子要来的 经验要来的丰富 那明明知道孩子 现阶段在交往的这个 不管是异性朋友也好 或者是这个女朋友也好 就是会让这个孩子 生活作息颠倒 乱花钱 甚至整个健康 都这样子 这样子往下走了 那希望呢 在这段感情可以帮助孩子 回归理性 我再次强调 鸭桃花的一个定义 不是说我斩断这个圆 不是哦 因为斩断这个圆在以前的一个做法 我们可能会有什么 陶木剑啦 金剪刀啦 但是对于黑色的狐狸而言的话 它是要让我们当时人回归理性 回归理性的一个状态就是说 我就是很理性客观的 可以去思考 就是说以我现阶段的一个身份 不管是学生身份 我可能现阶段 我要好好的工作 我必须要好好的工作 那我是不是应该把感情 放在第二位 又或者是我把感情的这个顺序 再往后调整一些 那个黑色的狐狸 它就是有这个帮助 好 那介绍完了之后呢 那对于房子里面的这个壁刀啊 或者我们讲的这个压梁的疑虑 也化解掉了 但是呢 到底是什么样子一个方式啊 能够帮助我们的屋主在投资理财的这种想法啊 绩效上面啊 能够这么的有帮助呢 来我们来看一下哦 首先呢 好 我们来看我身后这一个景色 也许这身后这个景色对于朋友而言呢 会觉得说 哇 嗯 不错 很漂亮 采光很好 可是这跟风水有什么关系 其实在我们风水有非常多的一个门派哦 其中一个门派呢 叫做三元那气 三元那气非常讲究呢 方位的一个新跟旺 而且如果说啊 我们能够透过三元那气的一个逻辑 我们去引财水到我们的家里面的话 哎 那这样子的话 财水进家门 对于我们家人的收入啊 投资理财失效 自然而然会有往上的提升 可是关键来啦 以前的引财水 那可是货真价实的 可能是河水 可能是溪水 又或者是说家门口可能有一个半月池 或者一个大湖泊 但你说现阶段你在台北市的淡黄区 人家看到河水 溪水或是这个半月池真的很困难 所以我们常在说以现代这个都市生活而言的话 最常见的水就是车流还有桥梁 讲到这里呢 那各位朋友 就不妨就是好好冷静去思考咯 很多人呢一听到桥梁就觉得哇 这个桥梁不好 可是有的时候我们要看实际的状况 特别是以我们今天这个屋主外面看到桥梁 反而是能够帮助他收入往上提升的关键点 我们一起来看外面这个景象 哎呀 哇这个木柏叶我真的非常喜欢 等一下我们回到客厅的时候 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木柏叶 为什么我很喜欢 好我们先来看外部 我们可以看到前面这一条呢 它是一个快速道路 只要是新北市台北市的市民都知道 市民大道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干道 那以外面这一段呢我的车流是往外面流的 但是以里面这一段也就是我视觉看过去 最近最明显的这一段 它是往内部这样子跑过来的 刚刚呢其实有强调一个重点 三元纳气法非常注重这个方位的新跟旺 只要能够从好的方位 我能够把外面的气流 把外面就是这个车流相对于以前的这种水流 把它接纳到房子里面 我就能够饮财水入家门 那只要能够饮财水入家门 那对于房子里面的人的收入啊 投资理财绩效啊 自然而然就能够判断这些 就能够往上提升 而且啊一个重点 这个车流啊基本上通常市民大道 我们很难看到没有车 所以啊它就是无时无刻 基本上就是每分每秒都是一直在 把这个外面的这个财水 把外面这个好的这个气流 引到房间里面 那这也是 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在 我们屋主在投资理财的绩效上面 整体的收入上面 能够提升的这么顺利 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跟大家分享完了 这个这个饮财水这部分之后呢 那再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好刚刚有跟大家来 特别提到就是木柏叶的运用 是不是 因为其实刚刚一开始有跟大家 有提到说 其实这个房子它的面积没有很大 那以面积没有很大 那以面积没有很大 我们最常遇到的一个状况 就是我一开门 就看到这个外面的窗户 那看到外面窗户呢 很多人都直接的认定 就是说这个叫做川塘煞 其实川塘煞在这个风水出任务 我讲的已经都到过来介绍 都已经很熟练了 那可是还是有非常多的朋友会质疑 那我再次强调川塘煞 它原始的名字叫做川塘风 而且我刚有说过风水 为什么叫风跟水 因为必须要有这个气流 还有水流 所以我们要构成川塘煞 几个重要的条件 必须要长时间 第一个 而且要强而有力 第二个 第三个一定要有风 长时间有强而有力的风 从大门直接贯穿 经过客厅到屋外 这个才构成所谓的川塘煞 如果说没有风 这就不叫做川塘风 顶多就是我在视觉上 可能会觉得说 我一进门就看到屋外 那是不是有川塘煞的疑虑 那既然原因是因为 我视觉感觉是有这个穿透感 那我们就从问题的源头 开始解决就好啦 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 因为我们其实在外面 它是公共空间 它不像以前我们的三个月 大门打开是户外空间 可能随时有风跑进来 那现代不会了 那然后呢那时候就建议我们的屋主了 因为屋主很喜欢木柏叶 非常非常的有格调 第一个它可以引导我们的光线 进入家里面来 第二个我们在视觉上 其实它把这一整片透明的景色 它切分成很多很多小的区块 那只要是有这种煞气的疑虑 或者是我外部的这个形煞 我通过木柏叶或者是透过我任何一种形式的窗帘 调光帘 风潮帘 我把这个外面的这个景色 我切分成很多小格之后 这个煞气它就不存在了 所以今天借由今天这个节目 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特别是大家其实很常问我的 就是说如果我遇到室内的壁刀 我应该要怎么办 是不是我壁刀上面真的要挂什么 很多划杀物啦 当然我必须说你要挂划杀物 可以 但是我建议 你们要做这件事情之前呢 先把它放在最后一个阶段 为什么呢 因为你说这个家里面的壁刀 是因为我视觉上的这种压迫感所造成的 那会因为我挂了划杀物 结果这个尖角或者视觉的压迫感就不见吗 不会呀 但还是会存在 所以我们处理任何问题 我们还是要从问题的源头开始做了 好 那所以那我们今天了解了 就是家里面之后遇到壁刀 我们能够怎么解决之外呢 我觉得在节目的最后 也是我今天最期待的一个部分 就是我们的屋主 刚刚有讲到我们的屋主 在投资理财的一个经验上 他有自己独套的一个认知 那他其实也非常非常乐于 跟很多的年轻朋友一起来分享 那我们就接着往下看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我们请到屋主李小姐来 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李姐你知道吗 就是我最近真的遇到很多的年轻的朋友 对啊 就是他们会发现 工作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办法把钱留下来 那我都会建议他们在能力范围之内 能够买不动产就买不动产 因为不动产毕竟是病理的一个大库 那我们有了这个不动产大库之后 就能够帮我们把钱给留下来 可是大家都会直接用一个反应跟我说 老师我可是我的预算不够啊 我的头期款不够啊 那针对这部分 那什么一开始可能预算不够 头期款不够 那就对于买房这件事情 其实他们是想买的 但是就是因为可能有这些疑虑 所以买房子的事情就一直延宕延宕延宕 到十年之后 其实还是一直在租房子 所以钱一直留不下来 其实我觉得买房最大的心法就是不要怕吃苦 像我常常很建议年轻人 你勇敢的踏出那一步 就是去买房子就对了 因为大家都会觉得 我有小确幸就好了 我只要说下班了 我去唱个歌 吃个好吃的东西就好了 可是我们会想想看 你十年后你得到了什么 你什么都没有得到 你出了社会 你十年后你去跟你的同学 你的朋友去相比 你什么都没有 那你出去你也会害怕 就是说你自己会不会没有面子 会不会丢脸 所以我是建议 通常就是一毕业就出社会的年轻人 你一定要咬着牙 很努力的去存钱 先买一个房子 先求有 再求好 那我们有了以后 我们有压力 有动力 你就没有办法有那么多的金钱 去花在那些小奢侈品 你的小确幸 所以就是不要怕压力 就是努力的去存钱买房子 每个月 你就先把你的贷款先还掉了 再去享乐 我相信这十年后 你走出去绝对不会丢脸 你在你同学的面前 你朋友的面前 你走路是有风的 你就算不能是大富大贵 你至少也是个小富婆 好的确啊 其实很多的年轻朋友都会有一个误解 会认为说 那我买房 我贷款 我借钱 这就好像我一开始就负债了 其实我常跟大家分享 其实买房子 它是一个良性负债 对 你的时候可能买车 车子会贬值啊 那可是这第二个问题又来 就是好 那我真的咬着牙 把这个房子给买下来了 那我房子 我怎么不能光秃秃的这样子住进来 那因为其实李姐我们刚刚看到 这些所有的这些装潢啊布置啊 李姐没有请设计师耶 他本人就是这个房子的设计师 对啊 非常非常的厉害 我觉得就像我刚刚讲的 那年轻人如果买了房子 那要再装潢的话 是不是一定得花大钱请设计师 但如果说呢 我可能年轻人本身预算有限 那就理解您的一个经验 你会怎么样建议这个年轻人 或者是买房这个族群 如果我要自己来的话 可以怎么做 通常的话我觉得 我们要跟装潢师傅 还有我们自己的爸爸妈妈 还有你的亲戚朋友 大家都打好关系 因为其实我们的装潢师傅 他经验是最多的 那我通常我会先请装潢师傅 先来看一下说 因为我们要知道说要怎么样 他因为他也看过太多的那种 风水歌曲什么什么的 其实他已经很有经验了 我们不一定要请设计师 我们就是把钱花在刀口上 所以呢 我们跟我们的装潢师傅先讨论 他通常就会给你建议怎么做 他通常这是第一关 装潢师傅先给我们建议 再来就是请我们的爸爸妈妈 亲朋好友 他们过来一起 我通常我就是融合 我的装潢师傅 我的爸爸妈妈 我的亲朋好友 就是大家的意见 还有我自己的意见 我们把它融会贯通 然后呢看什么样的格局最好 因为等于说我们是集合众人的力量 对 然后把这个房子装潢成我们自己想要的 对 所以其实就不要怕 你也不要说去请设计师去花那笔钱 因为我们毕竟如果说是小资族 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话 其实这些人的意见 他们就已经可以代表所有了 我们就把它综合起来 去找说适合你居住的房子 然后再加上自己的想法 去融合贯通 就会做出一个最符合你自己的一个居住空间 是 的确啦 我觉得毕竟一个人的时间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其实说到理解除了在投资心法上面 有自己独创就是非常有经验的这个方式之外 其实在整体房间的 或者说整体在规划上面 其实运用非常多的一个小巧思 特别是我们现在镜头后面 我们看上去它是一个衣柜 但真的是衣柜吗 我们请这个李姐帮我们来这个介绍一下 这到底隐藏了什么小巧思在里面 是是是 那我们先看一下 我先对看中间这一个 是 这里面是一个洗衣机 看一下 我把它拉过来一点 对 让大家看完整一点 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个隐藏的空间 是 把大家比较不喜欢看到的东西 我们用正面门墙把它做出来 对 然后呢洗衣机 这个是热水器 对 扫把 雨伞 然后这是我的屋衣柜 啊 这是屋衣柜 对 然后这是我的收纳空间 是 对就是你看一下 所以啊这个很多的年轻朋友 会想着说 我需要屋衣柜 然后就会想去买那个韩国某品牌 然后那个价格真的是很高 其实自己打造就可以了 对 请那个中航师傅木工这边 帮你打造一个小门墙 然后这边的话 比如说我们的洗衣机那些东西 全部都放在里面 然后我们再把它放回去 哇 这样就没有人发现了 是不是又又看起来就是一面门墙 我们的理解 甚至有去专门去学那个收纳师的执照 对不对 好 除了这个柜子之外 听说我们在我们的厨房 也有隐藏一些小巧姿是吗 是是是 那 就大家走来这里看一下喔 这边我这支厨房 对 还有我们的吧台 就是结合在一起 是 这下面就是我们一般 我们比如说要煮东西 然后烤虾 对 全部都是在这个空间里面 那如果你想要放松 我们每天回到家就觉得好累喔 对 可是我想要放松一下 喝个小酒可以吗 对 可以 把一个椅子拉过来 好 上面是我们的酒吧 是 我们的小吧台 好 然后你想要喝什么 自己拿起来 一个放松的小空间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 这些放松的空间 是靠自己的一个想法 打造出来的 对 因为每个人能够放松的环境不一样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种现有的空间 自己打造出来 是 哇真的很棒耶 哇 所以各位朋友 你们有看到吗 这个 我们理解的家 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 我常跟大家分享 就是这个生活就是风水 风水就在生活里面 是 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些 很多的这个想法 就是我们的设计 我们的这个生活的需求 融合风水 其实不是不可能 关键就是说 我们到底有没有用心来规划 对 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李姐 除了就是说 提供这么好的一个环境 跟大家一起分享 那也把你一路走过来 投资的一些经验 包括在家里面 格局啊 收纳的一些想法 跟年轻人来分享 那我相信今天这一集的节目 哇 大家看的都受益良多 非常感谢李姐 谢谢 好那感谢各位朋友的收看 我们风水出车任务下次再见咯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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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